嗨,我是Carrie 今天終於要來講一下我五月看了哪些書 首先第一本是Brand on Fire 中文翻譯是 這本書我本來是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因為我的朋友剛好在看 所以我想要跟他討論 我就找來看 這本書也被歸類在心理學這個範疇之下 所以我想說 能無聊到哪裡去呢 這本書我最後給 兩顆心 就像我之前說的 我對於這種自傳非文學類型的書 通常要給出比較低的評分 我都覺得很猶豫 我絕對不是不心疼他 必須要經歷這些恐怖的事情 但是這本書 我覺得以自傳來講 寫的非常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 評分可以這麼高 說實在的 我個人覺得 大家只是不好意思給他太低的評分 因為畢竟他經歷了這麼痛苦的一些回憶 我們怎麼好意思再給出這本書副品呢 但是我好意思 這本書的主角 Suzanna在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開始覺得他手臂發麻 好像有螞蟻一直在爬 然後他就請了除蟲專家去他的公寓 掃蕩了一遍 但是什麼都沒有找到 他也去醫院做了各式各樣的檢查 但是所有的報告都顯示他沒有任何的問題 隨著時間過去 他的症狀就越來越嚴重 比如說精神恍惚 開始有幻覺幻聽 恐慌症 情緒起伏很大等等 最後他因為一些看似很像是中邪的 舉動被送入了醫院 簡單來講在那個年代 兩千年出頭的時候 還沒有思覺失調症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本書從頭到尾就是紀錄了Suzanna 從開始有症狀 到症狀越來越嚴重 到入院 到做各式各樣的檢查報告 到最後終於有一個醫生 給了他比較像樣的答案 願意幫他做大腦的切片 然後診斷為思覺失調症 我為什麼給這本書兩顆心 我們先不要講他經歷過的事情 我當然也覺得他很可憐 遇到這些事情 但是這本書記錄的方法 我覺得非常的枯燥無味 作者Suzanna 她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記者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她是一個記者 首先因為她對於自己那段 所謂發瘋的日子 是完全沒有記憶的 所以她書裡面很多東西 都是拼湊出來的 比如說從她的日記拼湊出來 從她身邊的人的採訪拼湊出來 從她醫院的紀錄監視器拼湊出來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上也注定了這本書 至少我自己讀起來覺得非常的沒有溫度 很像在看一本三百多頁的整段書 說實在要不是因為我對於心理學蠻有興趣的 我可能真的會給這本書到一顆心的程度 我覺得如果這本書是從她身邊的人的視角出發的話 會有意義很多 當然不是說她不能透過自己記者的這個才能 去收集資料寫一本關於自己的書 但是從頭到尾我讀起來就是覺得整本書硬邦邦的 啃不下去 照理說應該讓我看了很揪心的一個故事 但我從頭到尾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她記錄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思覺失調症或者精神分裂 早期的研究以及怎麼治療 醫療上的診斷案例有興趣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找這本書來看 如果你是以一個想看一個人的自傳的出發點的話 這本書我不太推薦 兩顆心 接下來第二本是Dead on Pills 這本書目前只有在Script這個平台上面有有聲書 所以如果你有使用這個平台的話可以去找來看 那這也是一本跟心理學相關的書 作者是一個在美國蠻有名的喜劇演員 他的人生一直不斷的跟憂鬱症在抗爭 那因為他在近幾年生了小孩以後 他開始思考自己父親這個角色跟憂鬱症 兩者之間的衝突 說實在我當初找這本書來看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抱任何期待 但是這本書讓我蠻意外的 我覺得他在揮諧有趣跟嚴肅的討論心理疾病 這兩者之間抓到了一個蠻好的平衡 裡面他有好幾句話都讓我看了覺得快要哭出來 他以前憂鬱症嚴重的時候曾經試圖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結果他生了小孩以後 有一個他的朋友就跟他說 你現在有小孩了 所以你不可以再試圖殺了自己 雖然他朋友是以開玩笑的口吻 在恭喜他生了小孩 但是他說這個玩笑讓他去思考說 現在我的憂鬱症已經不再只是我的憂鬱症 我的憂鬱症已經演變成跟我兒子共存的一個狀態 因為今天我去死不再只是影響我一個人 也會影響到我兒子 雖然他不是什麼心理學專家出身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本很誠實的自傳 最後分享一個他在裡面講的話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3.5顆星 再來第三本沒有什麼好講的 是間諜++9的第三集 這個系列我刻意的非常放慢腳步的去讀 因為它就是一個讓人看了心情好的漫畫 我平常不會特別去找來看 但是每當我身心靈壓力大的時候 我就會啃一本啃一本 這本書我最後給4顆星 其實我差點要給到3顆星 我覺得有一點小無聊 加上我實在不喜歡女主角的弟弟這個角色 戀解情節有點太重 那為什麼我最後還是給了4顆星呢 如果你有看的話 躲壁球那一回太可愛了 所以4顆星 接下來是一本經典的短篇小說 叫做The Yellow Wallpaper 中文翻譯叫做黃色壁紙 這本書在美國好像有不少中學是他們的指定讀物 被很多人說是女成主義的代表作 故事主要就是圍繞在一對夫妻 老公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老婆呢 因為精神上有一些疾病 她的老公這個精神科醫生的解決辦法就是 把她老婆關到一個充滿了黃色壁紙的房間裡 讓她自行療癒 這其實算是有一點驚悚恐怖的經典文學 她非常短 基本上就是反映了在那個年代 對於女性的不公平以及對於心理疾病的不理解 這個女主角整天被關在那個房間裡面 一天過一天 然後她開始慢慢地對這個房間裡面的壁紙產生幻覺 說實在我對這本書沒有太大的感覺 沒有讓我覺得很女性主義 有可能在那個年代非常的有突破性 我蠻喜歡她用驚悚恐怖的角度去切入這個故事 我本來以為會是五顆星的程度 但最後我給四顆星 接下來這本是Elena Knows 我有單獨做了一個書品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我會把連結放在上面跟下面 可以去找來看 這個故事主要圍繞在Elena這個老奶奶身上 她有非常嚴重的帕金森症 不吃藥的話基本上是不太能行動的 在故事的開始 她的女兒Rida被人發現在教堂上吊自殺 Elena不相信她女兒會上吊自殺 所以她為了想要查出背後真正的原因 開始踏上了一段長途旅程想要找到Rida的一個朋友 問問看她有沒有可能知道背後真正的原因 這本書我最後給四顆星 我覺得她對於帕金森症的描述非常的寫實 非常的讓人心疼 前50%我都覺得是五顆星的程度 但是因為她最後的結局 沒有我想像中的黑暗 我希望她可以往更黑暗的方向走 所以我稍微有一點點失望 最後給四顆星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詳細的書品 接下來是一本圖文書叫做 Thirsty Mermaids 這個圖文書是成人的圖文書 倒不是說有什麼色情星山暴力的內容 因為她的主要角色是圍繞在兩個美人魚跟一個海底的女巫 這三個人 算人嗎 這三個生物 他們無意間在一個石城海底的破船裡面發現了人類的酒 他們因為嘗到了甜頭 所以決定要短暫的化身成人到陸地上 基本上找酒喝 這一本圖文書讓我非常的意外 我最後給四點五顆星 我本來以為會是一個 會寫有趣的圖文書就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她以圖文書這個形式去討論了非常多很沉重的議題 比如說憂鬱症 比如說自我認同感 甚至到後面一度有讓我快要哭出來 主角是兩個美人魚跟一個海底的女巫 所以這個女巫合成了一些藥水 讓他們三個人短暫的變成人類 被上陸地 那這個故事基本上是在他們變成人類以後 發現 欸完蛋了 好像變不回去本來的樣子 所以他們被困在陸地上 於是要開始適應人類的生活 我覺得這三個人之間的友情非常感人 加上他們在陸地認識了另外一個在酒吧工作的女生 這四個人之間的感情我非常喜歡 雖然他們是美人魚 但是我覺得他們為了適應人類生活 碰壁遇到的困難等等等 是所有人都一定可以感同身受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圖文書 然後願意接受一些稍微沉重一點點的議題的話 這本書我非常推薦 接下來這本書是 這是一本犯罪計時的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Netflix上面很有名的電視劇叫做 Mindhunter 背後原著小說的作者 他自己本身就是在FBI專門做犯罪心理學犯罪撤寫的撤寫師 這個事件發生在1985年 第一個被綁架走的高中生叫做Sherry 她在畢業前兩天在她自己家門前被綁架走 然後過了兩天以後她的家人收到了她的遺囑 然後又再過了一陣子Sherry就是被發現沉屍在小鎮上的某一個地方 過了一陣子在同一個小鎮又有一個九歲的小女生被綁架走 那她也是同樣的在過了幾天以後發現沉屍在小鎮上的某個地方 因為這些事件連續的發生 所以FBI就確認這是一個連續殺人犯 這個作者就是當初在調查團隊上面的其中議員 我覺得這本書的前30%非常有趣 我蠻喜歡聽她分析犯罪心理學的 比如說她說當綁架案發生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犯人綁架的動機很重要 但是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大部分都是為了贖金或者是報酬或者是性方面的需求 但是這些動機對於調查這個犯人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這件事情上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我覺得這個論點蠻有趣的 就是跟我們直覺上思考的是完全相反的 這本書我最後給三顆星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她在中斷的時候就抓到兇手了 抓到兇手以後我覺得整個故事就有點拖 心理學方面的內容也變得比較少 就真的比較像是紀錄這個事件 那對我來說就沒有那麼有趣 所以後半段其實我看的蠻快的 但我沒有覺得這本書不好看 如果你喜歡犯罪計時類的書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你這本書 下一本書是Fake Accounts 這本書我也有做一個單獨的書品 所以有興趣的人歡迎去看 這個故事的開始女主角大半夜因為睡不著 就起來偷偷的解鎖她男朋友的手機 想要看她男朋友到底都在幹嘛 結果她無意間發現了她男朋友 是一個在Instagram上面小有名氣的帳號的背後管理人 這個帳號專門在PO一些陰謀論的內容 這個女主角本來就已經對這個男朋友興致缺缺 她發現這件事情以後就更下定決心要跟這個男朋友分手 故事就從這邊開始 我在我的書評裡面也有講 這本書雖然是小說 但是我會說 基本上是這個作者把他自己的社會評論包裝成小說 所以如果你是抱持著想要看故事的心態的話 這本書我覺得不太適合你 這本書我非常喜歡 我給五顆星 他在Goodreads上面的評分超級無敵低 主要原因應該就是這個作者 因為本身就是評論家 所以他在他的小說裡面 非常直白的對於很多社會現象文化族群做了一些評論 我個人覺得100%會得罪人 所以這個低評分我是沒有覺得太意外 這本書我大概只會推薦給 對於社會評論有興趣的人 然後如果你很玻璃心的話 這本書也不適合你 最後一本是一本 算是童書嗎 他也是圖文書 但是受眾應該是年齡偏小一點的朋友們 這本書就是Holo Lighthouse 我滿意外這本書有被翻譯成中文的 叫做燈塔你好 它的內容就跟書名一樣 主要就是在講在海邊的一個小島上 有一個燈塔 然後這個燈塔管理員 每一天在燈塔裡面都是怎麼度過 需要做哪些事情 需要記錄什麼東西 這個燈塔在不同的天氣下 是怎麼樣的形態 這個故事基本上就是見證 最後一任燈塔管理員的生活 因為隨著科技的進步 燈塔不再需要有真正的人住在裡面管理 我非常喜歡他整本書畫畫的風格 文字上配上燈塔管理員在燈塔裡面每天做的事情 他的妻子以及他們生了小孩 以及最後因為燈塔不再需要人為的管理 他們搬走了以後跟燈塔之間的關係等等等 當然不是說這本書有多深的寓意 可是我覺得他非常的溫暖人心 這本書我最後給五顆星 如果你身邊有小朋友 甚至不用小朋友 你就是需要一本讀了覺得心裡暖哄哄的書的話 我會推薦這本書 好 以上就是我五月讀的幾本書 如果你有看過以上幾本書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討論 那我們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